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PONGFULU時間 昨天PONG在FB有告訴大家 目前的台股昨天有出現一個 轉折空方的一個訊號 但是今天又受到了 那個大陸軍演 然後那個再就是我們的總統 出到非洲 有時候就是行情也是為了面子問題 就是多空較勁 所以今天 他又出現了一個轉折的一個訊號 所以今天我們行情 我就要告訴大家 怎麼樣子去判讀 什麼叫做趨勢 什麼叫轉折 這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的主題是空方 空方趨勢受阻的因應對策 因為很多很多投資朋友們在 操作股市的時候 他認為空方就絕對 是空方 他的機率就是百分之百跟零 但是實際上我們講 任何一種操作都會有失敗的機率 只是在於高 與低 再就是你風險承受度的一個差距而已 我們講的機率越高 那你的利潤會越少 機率越低 但是你成功之後你的利潤相對就會比較大 所以這個這觀念一定要去把它想清楚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一個 所以昨天我們在我們的 解圖當中 有告訴大家 有兩種 有兩種的一個走法 以昨天來講 他是一根K棒破底 這邊我們仔細看一下 K棒一根破 藍色線 他是屬於空方趨勢的第一根 但是Pong一直告訴大家 這個叫做九死一升盤 就是百分之九十他會死 好就往下 百分之十他會往上 但是今天 他卻出現一個很好玩的一個訊號 好我們來看一下圖 昨天把我們的三關架把它拉出來 高點11094 這個是多頭的一個壓最大壓力關卡 10 10914是我們的多空轉折一個位置 再來就是10745 這個地方是空方支撐區 如果他要形成一個大空方 他勢必他會破10745這個位置 好 所以我們今天我今天告訴大家 你看 今天一開 今天有看盤的人知道台子 一開開50點 結果往上衝 那到底怎麼樣子判斷 他一個多空的一個轉折 這時候我們必須使用到一個 分中線 跟小時線的一個K線圖 我們可以來判斷一下 好 好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就用三張圖來表示 這邊有1 2 還有一個3 3張圖 這邊是分別是15分鐘 小時還有4個小時的一個線 那通常要有轉折的話 要看最小的一個周期 如果你想要看 未來他也沒有行情的時候 你就用大的周期來看 好 所以我們先來用 看轉折 轉折要用 小 比較小的一個周期 我們用15分鐘來看 昨天因為現在的 我們的台子 他是有一個盤後盤 盤後盤 他就一直盤盤盤 盤過15分鐘的能量線之後 他要繼續盤 這 因為這個結構就是叫做空投反彈 在能量線以下叫空投趨勢 他進入空投反彈之後 他就一路盤盤盤盤盤到 那他的壓力區到底在哪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這邊有一個空投趨勢的一個死亡交叉 就能量線交叉 那個 我們的趨勢線 藍色下交叉 粉紅色線 這個位置在10910附近 所以今天的一個最大壓力 就是在10910這附近 好 然後我們我們剛剛講的10914 是我們一個多空線的一個 轉換的位置 所以如果今天的尾盤上10914 你要盛防 他會有一個 停損空方的一個動作 他就會往上衝 所以他如果還沒有過10914 他還是屬於空方的控制 隨時他還會有一個往下壓的動作 所以他的15分鐘 如果再度死亡交叉 你就要小心多頭他就會不見了 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我們標準的一個 戰鬥K線 看短線進場出場的一個依據 好 那我們持續一下 關注我們其他的一些 之前的一個強勢的一個族群 像上尾頭 就是我們講的 風力概念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還是在持續一個高檔 他並沒有轉落 雖然昨天有 尾盤一個下殺 但是他還是告訴我他是多強力的一個多頭這個結構 然後再一樣 中美金 昨天一個高檔 因為這邊有爆量 昨天一個高檔 賞戶看到昨天的行情不好 殺下去 但是他比大盤強 所以他容易他要轉強一定是他會比大盤還要強 所以今天還一樣開高 往上衝 所以所以要告訴大家 強的股票我們不要去做空 弱的股票 我們可以不要那麼積極的去做多 這個原理就是在這邊 好 再來就是鴻海 大盤 今天有一個強勢反應 但是他是一個空頭的一個結構 所以今天的有反彈 但是反彈幅度很少 他只有現在漲不到1% 所以告訴大家 學會一個 判斷多空趨勢很重要 強者很強弱者很弱 用強的指標去做多 你的獲勝機率就會高 這不變的道理 好 那再我們繼續看一下躍躍 跌跌跌跌跌跌跌到今天 因為有其他的我們講的電競概念股 挖礦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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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做停損 就是因為我們是做空嘛 所以應該是說 我們沒有馬上做一個停力的一個動作 所以如果你還想要拼 他殺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當然這邊你不要隨便跑 但是如果你只是要做短線 你看到這樣子 尾盤收棒的時候 他還是收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動作 雖然看法一樣 但是做法可以不一樣 這個是取決於你對於 你到底要賺幾趴 這個一個設定 碰個要做股票就是想要做30趴40趴50趴 一倍兩倍 這樣子做一次也比較輕鬆 不用在那邊跑來跑去 行情不好的時候 沒關係我就讓他振 振到最後 該我贏就贏 我們就好像 那個 又要舉個例子的打麻將 打麻將有四個人在那邊打 還有第五個人在旁邊收董阿琪 我的概念就是 盤的越久收的越多 我的概念就是我想做董阿 那你想要做董阿的人 就不要隨便下去 因為運氣不好的時候 你可能東的不夠人家賠 但是如果一樣的 你是東阿運氣好的時候 那你 可以東之外 你可以賺 你可以賺兩 兩份收入 也是不錯的 所以同志朋友們 你要先想一下 你的角色是什麼 你想要賺多少 先設定好 不要那個 很盲目的 看到跌就跌 就空 或者看到漲的就漲 那你不知道你的利潤 到底要賺多少錢 這個真的你搞不清楚 好 所以一樣的 今天還是要再重複告訴大家 K棒是要讓你知道現在的狀況 不是空投就絕對是空投 他如果出現轉折的時候 你要有因應的動作 贏家不是在於你多會判斷一個股票 贏家是要讓你 在 該 修正的時候去修正 會修正的人 才是市場上最後的一個贏家 均線 一樣的 是要讓你判斷你目前的 那個運氣 你對於這個盤面的 應對度是不是對的 當你 當你符合目前這樣子的一個運氣的時候 你做對的事情 你的利潤就很容易會出來 當然也有可能遇到一個大轉折的情形 就是 K棒從強多變成強攻的一個狀態的話 有可能會改變你的一個 趨勢 也就是你的一個運氣的狀況 所以當下沒有去處理 有可能演變出後面的一個大虧損 這就是我們在股市上面遇到一個動作 這也是在所有市場上面 做任何一些事情 都會必然出現一些現象 做不管做事業工作 交朋友 這些東西都是一樣的 好 所以 有在股市上面 大家都會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當然就是天天賺 就這樣子 所以 如果沒辦法天天賺 看我們是不是要趕快找出我們自己的一些問題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任何問題 隨時都來Punk的一個 FB的一個粉絲團 Punk一定會針對你的問題 去做一個詳實的回答 所以很重要 所以最重要就是Punk擁有一個叫戰鬥K線 那你沒有擁有戰鬥K線的投資人 你是不是要趕快把你的 獨門功夫趕快找出來呢 如果有 當然攻擊你沒有的話 真的要好好的關注Punk的一個 粉絲團 未來Punk也是會告訴大家 如何學習戰鬥K線 擁有戰鬥K線 這個東西 真的是可以讓你一輩子送給我們球的 好 所以有任何問題 一樣的下面的 Punk復義錄 還有我們贏家No.1的Light at 記得一定要加入哦 今天節目到這邊告一段落 下次見 不接著